I love you 我背後就是天虹廣場 我們看看現在買的就是這一座 是不是超級近呢 就是在家樓下就是 除了天虹之外 再看回我們 過去兩排都是非常成熟的商業 這裡真正正屬於平山市中心 住宅區又旺 雙瓶又旺 其實它這麼設計就OK 不要擺櫃 69房的露台真是大 哇 真是天生河 河景 先是我們第一間 這個是屬於主人房 它的空間也是不值 現在放的這座是牌販的床 有兩個床頭櫃 這裡就是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見到它是做定制的特特買金 風中雨天 沾沙了身 長野已降臨 延續遙虎棍 不知道原因 只想再等 然後你飄自 迎大來相隔 就在我 掐擠上 煙虎棍 這床頂 遯忍 不追究原因 蓋塌緩分 然后你飘越 投入谁的心 冷风一般的你 没法让我亲近 I'll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现缘像你的手 那可以封锁你 愿你代我认真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嘉明 又跟大家见面 今天来到我们平山区深圳 算是一个最旺的地方 现在我所做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平山 位于我们14号线的錦龙站 出了集考之后 我来到这里 让我感受到就是 真的什么都有 多大大银行 讲法之后 加上我们的招商 民生 农业银行 加上对面的一个遵讯银行 建设银行全部都在这里 跟大家说一声 这里全部都是写字楼 创新港场 加上有个我们成头芯的时代 就是里面是做一些芯片 软件的 加上一个高薪人才 今天我过来这里 最主要都是介绍一些 靓盘给大家 那我们往前看看 那这里是B出口 那我们对面这个就是4出口 那因为我的车 不要拍 那其实我们可以选择A出口 和D出口的 那前面我跟大家说回 指这栋灰色的楼 就是和色盖的这栋楼 距离我们的金龙站 就差不多是4到500米左右 很近 因为位于就是说你是谁出口 那走过去就有很多的食物 超级市场 那里黄色楼下就是天红了 如果我们屋苑过来的话就是500米左右 不用了 200米 可以去到天堂了 那其实楼盘自带就是有我们百万方的 目前来说的话是整个平山区 是最大的一个超级市场 就是有五层高的一个商业体 就是里面是什么都应有尽有的 那今天这个楼盘呢 推荐给大家是27,000元上 那还带上精装修 而且它配套也是非常齐的 就是想介绍给大家 就是自中心 是的 那么它积职就是有69 83 85 那么69就两房一厅 不是两房两厅 一个洗手间 那么83和85就全部都是做 三房两厅一个洗手间 那么今天就事不宜迟了 带大家去看回我们这个盘的大距情况 那么我们就直接过去看看 哈啰 那么我看楼之前就带大家来先 再看看我们刚才介绍了的天红 这个商业 那么我背后就是天红港场了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买的就是这一座了 是不是超级 就是在家里的楼下就是了 那除了天红之外再看回我们 哇那过去两排都是非常之成熟的商业 这里就真真正正属于就是平山的市中心 那住宅区又旺了 商铺又旺了 四折楼什么都很旺的 那可以看到那天红呢 它是有4.5万平方的这个商业 那眼镜铺啊 花铺啊 就是比如说那些折扣的时候呢 买折花送给我啊 那这里还有很多的小米的那些 那些电话 那里面其实也很多的 卖衣服啊 鞋子啊 还有超市啊 那些什么都是很齐的 就是它这里呢 是已经有差不多整十年了 就是它这个天红的这个运营 所以呢 它这个就已经非常之成熟了 那拍车位也是很多的 就是如果香港朋友仔回来 开车回来的话呢 你也不用说担心啊 拍车的地方啊 很烦的嘛 不用怕的 那这种牛杂铺呢 都是叫 价钱都很划算啦 便宜了 十几元而已 吃个粉 十一元而已 很便宜的 还有我们的青巴克的咖啡啦 还有天红的这个正超市的 可能有人问呢 明哥去了哪里啊 明哥他进去买东西 就是 逛街是女人的天性 明哥更加急 帮大家去体验一下买东西的快乐 那看完我们这么旺的商业呢 现在就去看看我们的 售罗中心里面 看看它的交通和我们的样板房先 Hello 那现在我和May呢 就来到我们售楼部了 那就由May 都是由May跟大家介绍 一个区位 一个交通成房 是的 它的所在位置了 那说完之后呢 就说回沙盘 再看回我们的圆林景色 OK 接下来你们来吧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盘呢 叫佳华的沙湖广场 那这个地段呢 它是属于平山的这个 市中心区的位置非常之好 是感农大道和平山大道的交位处的 那我们首先看回它的交通情况 如果呢 我们现时在罗湖联 就是联堂口岸过关的话呢 可以直接打部车啦 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是自己开车的嘛 走我们东部过境高速的话呢 回来都是二十几分钟而已 如果我们打部滴滴滴车 大概都是五十几六十元左右的 这个票 这个价钱都是很划的 其实这个过境高速是已经开了的了 通了的了 不过这个是旧版了 所以它没有更新的而已 那再看回如果我们福田 或者罗湖过关之后呢 直接就可以搭我们地铁啦 十四号线的 就是如果罗湖转一号线啦 转回十四号线啦 那直达的话呢 全程是四十分钟左右 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感农站 回到感农站 那下了地铁呢 直到六百米的距离 就是我们现在的欧院的了 它这个真的非常之方便的 那除了我们这个感农站之外呢 就是平时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搭地铁 就是四个站 在大运这边转的 中转 中转你如果想坐其他的地铁线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 都没问题的话 它的这些地铁线路呢 也是比较多的选择的 那除了它的这个 我们的地铁之外呢 还有就是高铁 那如果我们香港朋友呢 就是直接可以搭那个叫做 港深港高铁回来的话呢 直接就来到我们的平山这个高铁站的 就这个位置了 高铁站 那大概的时间呢 都是四十几分钟左右 票价呢 也是一百元以内就有得走的 那平山这个高铁站呢 距离我们的项目呢 就是三公里的 就是很近三公里的这个距离 就可以回到的了 那我们 我当它打布车了 那都是十分钟的时间而已 所以它的这个呢 就是真正的高速 就是高速啦 有地铁啦 有高铁啦 就是它总体是比较综合 比较方便的啦 那再看回它的周围的那些商业配套 那沙湖广场呢 它是自己是有八万方的这个商业 给到我们业主的 有四层的这个商业啦 就比较丰富的 还有呢 我们马路对面呢 就看到有个天雄商场啦 那这个天雄的话呢 都有四点五万方的商业 但里面的那些什么都已经很齐的啦 那再看回呢 我们就是周围那些都是一公里左右啦 我们那些湿街市都有的 那我们正对面五百米呢 就是儿童公园的 平山的儿童公园 那其实里面呢 都是很多休闲空间 散布那些空间的 那都已经是百分之八十都已经开放了啦 那大概八百米左右呢 就是我们的平山的三甲医院 是人民医院来的 那几乎呢 就是我们步行一公里之内啦 地铁啊 商业啊 学校啊 玩的公园 和我们的高铁啦 地铁啦 就是全部都是有齐的 总体来说的话呢 沙湖广场的这个项目呢 是真真正正属于深圳的中心区 地铁高铁 学校医院 什么都齐 还有呢 它是一个中型的这个楼盘 我们先看它的沙盘 中型楼盘呢 就是说它是有住宅啦 有商业啦 有写字楼啦 看回我们整个这个沙盘的情形 一共呢 它是有九栋的住宅啦 有一栋的这个写字楼的 我们现时的位置呢 是这里 售楼中心 是这个位置的 那我们售楼中心的话呢 之后都是属于商业 有四层的商业街的 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看 实体的这个示范单位 就可以看到我们楼下 目前现在建设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看回内园景啦 那内园呢 那我们呢 都是有那些休闲空间啦 玩的啊 还有我们的那些 六道散步啊 那些园林呢 都是很漂亮的 包括有泳池啦 中心的这个园林啦 还有呢 小区里面是有座幼稚园的 那等于它呢 马路对面这里 就是属于天雄的这个商业啦 还有我们的楼背后呢 有些路途是望正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平山的这个 平山河的公园 那个河景都是很漂亮的 那我们现在现时卖的呢 就是五号楼 这一座的 五号楼呢 它是总层高 是四十四层高的 是属于三梯七伙的这个设计 那它卖的职呢 都是很漂亮的 六十九可以做到两房 那八十三和八十五呢 可以做到三房的 那八十三和八十五呢 它的这个职是差不多 就是一个是横梯 一个是树梯的设计 送来装修 那我觉得这个单位 也就是这个地段 也很漂亮的 那我们现在就和阿明哥 等等 和我们一起去看回我们的园林 就是介绍一下 那我们会和大家说 我们看那个示范单位在哪一栋 那就看回 就是最看的实体楼 就是我们最受哪一栋 那我们首先和阿May 就是看回我们的园林景色 好 赞铅见 那就带大家去看回我们一个园林 一个它建设好的 其实这个屋院给我们的感觉 就其实很舒服 是 因为它楼间 我们看回我们 就是真的不会说是楼对楼 而且它绿化 包括下面的一个装饰点缀 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就是你下楼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个环境是舒适的 不会说很不舒服 那我们稍后呢 会在哪里呢 先带大家去看个示范单位 就是交楼标准 就是这一栋 那我们再受哪一栋呢 一起去看看 走快点阿May 太美了 你去乐园林 我想慢慢欣赏 是不是 我们再卖的话 就是那一栋 五号楼 这一栋五号楼 我带大家去看六号楼的一个示范单位之后 再去四号楼看看六十九方 和一个八十五绩的 一个有装修的 加上有傢俬的 那就带大家一一看 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看个园林景色 就大概是这样 反正这个屋院 它的架空层五层高 这个屋院我觉得是舒服的 而且今天风很舒服 那我们就去看个示范单位 稍后见 Hello 那现在我和阿May 来到我们一个示范单位了 那不过呢 现在我们所在的就是六栋 我们在售的是五栋 那稍后也会慢慢介绍给大家看 因为现在看回我们的交楼标准 83方的 看回它的交楼标 那我们看回户型图先 进来就是厨房位 餐厅 拍厅 去到露台 三间房 加上一个洗手间 做了一个干湿分区 那我们最紧 带大家看回交楼标准 待会我们看回示范单位的时候 大家的心里都会比较清晰一些 那我看到了 这个门锁 加上门 就全部都是交楼标准 四合一的门锁 指纹密码拍卡 锁持 四合一 进来就是我们的厨房位 那 拍了这么多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上面全部都没有做 不过大家看回颜色 到时可以自己再做一个上面的櫃 是 差不多我估计三四千元 就全部都可以做好 就自己的那些风格去做 因为这个就是加楼标准 没办法 预留了一个窗开门的写柜位 其他托门到时是会做给大家 所以大家就有的 不会说什么 不过我觉得这个厨房就有点小 不过隔音效果很好 关门后你说话就听不到多大声 OK 我还可以了 这里还有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以做什么 鞋櫃 鞋櫃 既足够的 因为你做鞋櫃 你可以做高一点 你可以做多两层 随便可以做个储物櫃 对了 刚才我都看了一下 好像都是没有鞋櫃 这方面 这个做鞋櫃 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 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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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餐厅位 餐厅位置 放一个长桌 圆櫃也可以 不过可能小了一点 小了一点 小了一点 这些是鞋櫃 T脚线全部都做好给大家 加上鑽櫃 这些就是鞋櫃给大家看一下 更加详细一点 开间是去到三米三左右的 八十三方 我觉得还可以 开间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出回老桌 风就很大 这个是三线的 三开门的 它不像两开门的 大气的 这种 还有其实出回老桌 这个其实我觉得质素也非常高 这个是全铝合金做的 而且你靠在上面 因为够小 是舒服的 不会说 好像之前 那样小的 扣起来就手会痛 那我们看回对面 就跟大家说一声 这栋楼就是写字楼 超高层的写字楼 190米左右 那下面呢 我们看回下面 我跟大家说一声 全部都是商业体 有百万方的一个占地 那如果到时它见好了 你就是下楼就可以享受到 所有你想要的商业 那其实现在目前你如果买在这里的话 你也不要担心 因为呢 青鸿就是我们对面 嗯 我们看看 青鸿就是在对面 走路过去呢 只需要三百米 那你就可以 在那个石后换落 因为它那个占地那里去到 差不多是四万五左右的商业 嗯 反正走路过去都是 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的了 那我们看到下面我跟他说 大家不要担心一个 就会有造音 吵 你有时开车回家里 那时候呢 就怕说 吵喇叭 叭叭声 入到家里会吵到大家 它下面全部是做了下沉室的 几层 所以呢 一点造音都没有 是 那它还是跳高的 就是我们的楼 上盖 就是我们的楼 全部都是商业的上面 五层之高 这样看的 那你现在看到我现在十六楼 你看出来是不是很高 就是感觉到就有点高 如果你想更高一点 就最高中间的 譬如说二十多楼 都可以选择 不过现在这个景色 就真的很开洋 你哪怕这套五栋的话 也是很开洋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那这里是三房 那这个就是主行房 主行房预留了一个 订阅衣柜的 这个位置放个衣柜 我觉得也是够用的 再进来 放一个 麦半床 麦半床 放两个床头柜 OK的 再看上去就是前边的一些楼 其实我觉得开洋 是不错的 下面也是商业 下楼就可以买东西 这里最出来就是我们的洗手间 洗手间做了一个干湿分区 没有镜 到时自己再安装镜柜 这个是这样的 加勒表长 进来 又是没有做一个托门 所以大家到时 其他都要整理一下 托门肯定要安装一个干湿分区 坐次 这个是有的 托门应该做一个千多两千元 如果质素高一点点 就去到两三千元 看看大家 第二间房 这边 这边 可以做一个定制的 塔塔米也没问题 因为这个床 你放一个米五多 可能衣柜就做不到 如果你是做一个塔塔米 在这样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衣柜 这里差不多有1.5米的床 加上床头柜 OK的 第三间房 也是看这边的 其实我们这样看出去 是看到马路边 大家都有个关心的问题 会不会吵 其实我们这个视角 这样看出去 其实距离我们一个马路边 就差不多有150米 所以不要怕会有噪音 或者很吵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 我们望楼下去 就不是马路 它隔了很长的一个距离 这个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做回 一个塔塔米的一个定制床 因为这两间房子 是比较小了一点的 主人房子可能大一点点 这个单位是83方的 也是我们一个交楼标准 但是它价钱 是有做筆记的 和大家说一声 那我们看看如果是69方 两房 83方 这个三房的总价就是223万 就是绝落的单价就是27000左右 很便宜 如果是首期的话 做按揭就给67万 如果你是贷款的话 就是156万 如果月供的话 写漏了 月供156万的月供应该都差不多 六千多元 六千多元左右 六千二百元左右 那这个户型就差不多 就是中等左右 是的 因为它还有两个尺寸 两个尺寸 一个69 一个85 现在我们看到最终的交楼标准 现在我们有摆了傢俱的 大家身内有个数 知道是什么是有的 什么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去带大家看看 四号楼的一个69和85的 好的 最终跟大家做一个 讲完之后 再跟大家讲一个小小小的总结 好 那我们先去看看 Hello 那现在就来了我的四号楼 六十九方和85的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69的 带来一些装修的一个情况 那 进门这个也是有的 一场只是做好的 不过到时候 交楼就是白色雨胶漏 进到这里 看到它是这样做花的 不过到时候 其实这个贵呢 可以交给我们来做 不用那么贵 因为这种如果你在外面又不熟 可能会计算你贵一点 那我们来做的应该是 做一半几千元 不用几千元差不多 细极的话可能三四千元就搞定 这个户型69方两房的 这个预留这个雪柜位置也是比较大一点的 跟刚才我看的83方有点相差 托门好像是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比较清晰一些 可以做一个鞋柜 上面是储物柜 下面是鞋柜 这个设计我觉得都挺好 我觉得这69方这两房 我觉得这个绩都很棒 是啊 户型就OK的 出来就是餐厅位和厨房位 就是餐厅和客厅位 不过我不知道 正常如果这里开门是不太适合 这个地方开门就开不了 其实如果我们想做回这里 这里出来的话 其实它的户型图里面是可以做的 因为它这棵墙 它这棵墙始终不是承重墙 是可以托了它 这里封住就可以了 要封住 它交楼的 在那里交到那个位置 就是我自己改 是的 自己改动的房间 你不要摔摔那些不可以摔摔的东西 其实你自己改做就可以了 对了 那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呢 因为介绍了一个厅 我就喜欢坐在这里 帮业主感受一下这个距离 怎样 你感受到没有 我觉得可以的 不过电视也不要买那么大 因为这个距离 也是算近的 每个五十处 五十五差不多了 最多五十五 我怕近视 因为它这个开门是去到两米八到两米九 我目測 两米八两米九 因为它六十九方做 可以做到两米八两米九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你说超三米的话 就有点假 我自己感受到的 两米多 两米八九差不多 是啊 距离差不多 但是其实它这样计算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摆一些柜 六十九方的露台真的大 哇 真是平山河 河景 这个河景真的行 摄影师 出来的 看回这里 这个景真的 我真的有点惊讶 真正的河景 真是河景 你很舒服 那么它露台也是真的可以的 咪半 算是咪半 咪半露台 它长的话 就差不多是二米 二米 二米九 因为它和明天一样 差不多是五六个方 送了一半职 到时呢 其实这个景 我觉得很棒 是啊 坐在这里的景 真的舒服 没什么河景 刚才说很多盘 距离河景 几百米 现在不是 三十米 二十米 这个景真的很棒 而且如果你吃完饭 想去散步 就下去 走到我们的河边 平山河 走一下 運动一下 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如愉一些 那我们去看看我们房间的内容 先看我们第一间 这个就是属于主人房 那么它的这个空间 都是不小的 那么现在摆的这张是米半的床 有两个床头柜 那到时可以摆个米八床都没问题的 米八床的话 还可以预留有个鞋 就是那个衣柜的位置的 还有呢 它的这个房间的景色 亦都是看回这个 哇 正啊 和我们的厅一样 就是看回这个叫平山河景 是的 河景的单位都很值钱的 真的ok的 因为比较稀缺 这是我们的洗手间 中间它这里呢 就是做了个厕所 就是直落式的 就是没有分开了 不过都是做了个军室分区到时的空间可以的 不过它现在的标准没有这个拖门 到时我们自己再做了 那些柜啊 拖门啊 那些鞋贵 就是交换给我们做了 帮你们搞定了它 ok 那么这里就第二间房了 那么第二间房 看到它是做一个定制的特特米 那么是摸回我们的标桌 这个我目测的是麦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里是麦二 麦二 麦二其实有这么宽 那如果你想说最宽一点 就做到这里就是麦半 麦半可以利用这个窗桌 看回来是河景 可以看回这个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河景 也是很开药 很棒 那么呢 这里到时我建议大家可以不做这个桌子 因为如果你用不到的话 可以做回我们的衣柜就是这里 六十九房两房 而且是全部都可以看到景 我觉得就很值得 为什么我刚才才进到里 进到里呢 我看到了 第一这里是开阳的 那边也是开阳的 主人房也是开阳的 那么你选到高些楼层 真的你站在家里面 你看回来 全部在你的眼皮底下 景色又全部一览而入 是啊 这里还是低层 还是七楼 现在是七楼 高的 高楼可以选 最重要的是这个单位的价钱是怎么样的 六十九的就是总价是便宜的 可能单价和大积的对比 会高了一点 那么它总价的话就是二百零五万 首期都是需要六十二万就可以了 那么月工的话就是六千五百元的 嗯 刚才我们说过八十几的 因为 忘记记笔记下 月工大概是七千元左右的 所以就等于是欠五百元 这个细积就是六千五 大小小的就是七千左右 好 那再看 现在看 直接过来看 85方的就是最大积的了 我刚才看到它没有装修的 那我们看看内装是怎么样的 嗯 看看格局 入门 之后呢 厨房 餐厅 洗手间 就是做了 好像有些难不通的一个情况 等一下进去看 客厅 露台 加上一个房 两个房 三间房 即是三房 三房两厅 一个洗手间 这里进来的话就是 都不错了 嗯 这个又是做回衣柜 不是 我们的鞋柜 那这个位置进到来 圆关柜 哎 进到来呢 看到 江湿分区的 洗手台 坐浅 林浴间 到时做回托门 这个我觉得这个格局还OK 是可以做到难不通的 最重要它这个厅就真的大 横厅 横厅的设计 真的很大气 所以到时自己怎么设计都可以的 嗯 那都是看回这个厨房的位置 厨房呢 它就做了一个L型的 那上面的吊柜都是没有的 是属于非交流标准来的 到时都是找我们起家做回 整体那些柜 镜柜 鞋柜 全部都帮你们做回 那这里呢 预留了一个雪柜位 可以双门的 双开门的 高的都没问题 到时这个都是加回门 自己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个飘窗的位置 所以它的裁光就很漂亮 景观看出来的话 裁光就没有遮挡 没有任何遮挡的 再看看它这个大厅大露台先 它这个开架我觉得真的可以 那这个门呢 它的质素 质量 我觉得是很厚 很厚 很厚 而且呢 刚才我是没有闪门的情况下 外面现在做回装修 是会有点吵的 是吗 那我闪了之后呢 其实真的没有声 静 静 最开了呢 这个单位呢 它看下去呢 就是我们的内缘景色的了 就不会说很开阳的 它有个环厅设计 那露台呢 看见也不会很小 差不多是六七个方 震送了一半 那下面就看我们那些超级市 超级市人上来 那一层的花园 就是我们刚才在片头的时候 介绍了之后呢 最过来这里 到二楼走了一下的内缘景色 那我先看看房间 那这里有个大间房 哇 刚才说我没有什么景 房间就有景了 何景 喂 有人在钓鱼啊 这里我看的钓鱼啊 真是可以平时 喜欢钓鱼的朋友呢 真的有时候有空的时候 下去下面钓鱼 那这里呢 建议大家做一个定制的 塔塔米的一个床 利用空间就比较大一点 到时候这里可以做一个衣柜 看下去就是 何景 第二间房间 又是何景 应该估计 那这个第二间房间 和第一间间局的 积极大小差不多 到时候就可以建议一下 因为房间不算非常大的 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 塔塔米的设计 可以做到一米半的大床 没问题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一个凹位的 可以做到很大的衣柜 它这个空间是ok的 是 它就是预留了一个大位置 所以你到时候 放一米半床 床头柜 衣柜 全部都做完 看一下主行房 看一下主行房 其实呢 我刚才这样看回 主行房大一点点 但是呢 主行房真的没有什么何景 这个第一 第二 看回来园景色 但是呢 还有一个凹位 这个也可以做回我们的衣柜 在这里 它的房间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就看回大家 如果是喜欢何景的朋友 就调换起床 那边做过主行房也可以 因为呢 本身呢 它这里就是一个洗脑间 所以就看回大家 如果是喜欢这种安静一点的 就是呢 想看回超级市场这种 热闹一点的 灯光一点的 这里是ok的 因为看回来园景色 加上我们外边的一个大超市 放一个米5床 两个床头龟 没问题的 那么 这个单位是最后一个单位 幻听的 85方 那我们说回个最终的价钱 给大家 那现在这个85方的三房 总价就是238万的总价 嗯 那首期就是给72万 如果工的话 就是7547元 就是7500左右的月工 等于就是两房就6500 83的就7000 85的就7500 就是高一点 高一点 有得选 三个即可选 那其实呢 这个楼盘呢 就是我之前有拍过 惠南座案的 那其实它离我们的 惠南座案呢 也都是不会很远 还有我们拍我们一个 之前有拍过却月的 还有隔壁湖春天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 就其实可以对比一下 看看哪个更适合你 就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所以就看看大家 如果有兴趣 就可以联系我们 不过呢 现在我和阿May 就下去沙拉布 和大家又做一个 小小总结 是的 Hello 那就到我们一集一次的 总结环节 那么这个盘有缺点 但是呢 我觉得呢 缺点就真的少 其实呢 缺点我来说回 其实我都想不到 除了一个就是交楼时间 那么它交楼时间呢 要去到明年的年底 也就是25年的12月份 那说真的 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都想不到的了 不过呢 其实因为我刚才看过 袁林内园的时候呢 都看到那五号楼 其实已经是全部 一直在动工的 那都有机会提前交楼的 那合同就写着 就是25年的了 是 就除了这个交楼时间之外 我觉得都想不到第二个缺点 如果你们觉得有的话 可以告诉我 OK 那就优点很多 那我们又说回 比较三个重点一些的 嗯 第一呢 第一个优点就是 交通真的很方便 嗯 怎样方便呢 就是 譬如说如果是住福田的朋友 如果你是出了 即不是住房福田 在福田出关 比较方便的朋友 坐到个十四号线 就是说一下笔 直接来到我们的屋苑 大概是全程四十几分钟 那如果是长者的话 就一毛钱都不用寄给的了 基本理的就是零费用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真的不接近福田 那比如说连堂出关 出了关 打步的士的话 五六十元呢 二十多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的屋苑里面 很近 很近 那还有一个高铁 如果是近我们的西九的朋友 观众朋友呢 直接坐回西九 直接到我们的平山站 那大概呢 全程是四十二分钟 那飞隔是一百万之内 我估计应该是八十多 八十多到九十 那去到我们的高铁之后呢 坐回的士 就十分钟之内呢 就是到屋苑了 那这个交通就真是 第一就是很方便 你无论你打车也好 你坐回地铁也好 坐回高铁也好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还有一个巴士的 那巴士就是罗湖了 那罗湖你出关的话 坐回巴士 其实来到深圳 身份就这么大了 那其实都是 都是有这个线路过来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优点了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我们的配套了 那它本身呢 加华这个盘呢 它下面就自带了一个 超百万方的 一个大商业体 那变成了整个平山来说 是唯一一个最大的了 那怎么说呢 它对面呢 有个天虹 那天虹呢 它大也是4.5万方 那如果我们去 距离楼盘呢 1.5公里 就是一个亿田佳日 是 那它也没有这么大 那所以呢 是目前来说呢 如果买到的朋友呢 你就不要担心配套这个问题了 它总层高呢 就差不多是4到5层 8万个方就真的好大好大 好大好大 就是你吃喝玩乐 买东西 什么都柴的了 那就 下楼呢 就可以享受 就可以买到吃到 这个呢 就是第二个大优点了 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你下楼呢 有河景 不是下楼有河景 就是你看回 因为它有几个尺寸 我看到它是看到河景的 是 也是很开扬的 那就就大家就说 喜欢看下 喜欢河景的朋友 或者是 看回来源的 那它其实的配套呢 也是非常之多 有公园 是不是 有我们的河景 跑道 那下楼呢 你吃完饭呢 你想 吹一下 即是吸收一些 新鲜空气 下楼就可以享受 嗯 那其实真的来说 那些优点真是超多 超多 就是呢 概括了这个所有的缺点 因为我之前呢 我旁边呢 就是我们这里 直线距离过去 就是我们门口过去 有个叫惠蘭阻岸的 我之前也有买的 那今天过来拍这条片 就是呢 真的有点抵 哈哈哈哈 不过呢 就说回细极来说 就是单价都不会便宜到阻岸 不过呢 我们附近呢 其实来说呢 所有的盘子呢 我觉得这个盘子 是比较好一点 不过呢 可以对比一下 因为呢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你左岸呢 就真的是河景 里面下面的商场 包括它的公园 市政 它不一样的 那这里呢 就是去到我们的 刚才说的 我们14号线的金融站 你走过去的话 就五六百米 反正现在目前来说 它交楼呢 是时间会去到二五年 二五年 那你不用担心它下面的配套 才去那边买啊 吃啊 都可以的 那有点就是 总结三个比较 大家 关键的 关键一些些的 第一呢就是交通 配套加上市政 就是这样的 因为呢我们买楼呢 其实呢 呃 地滴口 瞇了眼睛 其实都可以买 反正你买回来 住住也好 或者是拿回来出租 那最终呢 这个物业 都是你自己手上的 那如果这个 不上会的情况 就 你觉得可以拿够钱出来 买回这里 其实在深顿地价呢 可以上深顿 就不要上其他地方 嗯 我一直都是这样推荐 一些观众朋友 那OK啦 但是他今天和阿May呢 介绍这个嘉华 这个嘉华港场 沙湖港场 这个盘 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 WhatsApp我们 或者WhatsApp我们 那我们评论上面呢 有两个二维码 你随时可以展示 那如果觉得数码麻烦 就点击评论区 直接去跳转WhatsApp 那你可以找我们 拿到更加详细的资料 比如说户型图啦 它的价钱 你可以找我们的 那我们现在呢 每天都有团出的啦 车全部排在管口里的 那也是方便 那也是方便 看楼也方便啦 那包折包送 下午茶也没问题 大家喜欢最重要的 那今集呢 和阿May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我们有什么问题 随时 WhatsApp我们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